波叔是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看市场的时候 变成他少少钱 可以持有更多的物业 可以食尽物业的声势 回来施对华 今集也想留言 一个两个名人 或者其实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的 一个就是香港的 在铺位在投资界都非常出名的波叔 另一个就是在全中国都很出名的 就是联家的创办人 左辉刚刚也过了身 左辉很年轻 五十多岁 波叔八十多岁 我两个都不懂的 其实我曾经想透过朋友找波叔 不过没有找到做不到访问 很可惜 施老板你好 你好 你和波叔有没有接触过 波叔是长期关顾我一个大客户 我很年轻 七十年代没出来做地产 我相信应该在头二十宗交易里面 其中一宗就是帮波叔做的 那时候送订送到世界花园 他那时候住世界花园 我买的单位也是世界花园 应该不是他住的单位 就是他拥有的一个世界花园单位 那次也相当顺利 因为应该大概七九年初左右 那楼价就升得都挺急的 当时就很多热主 说好了 林尾都反价的 反一口两口 看看拼不拼得到 如果客户都已经动了心 加多3% 可能都会继续去 那我也预认了 这个热主 我也听过他 他那时候 就是有一间车行 叫做成功车行的老板 也有做物业买卖 那我说这些人多数会反价的 我已经和客户说定 反价也要去 这个时候不是这么多盘 这个不买 遲些更贵 做定了伏笔 去到就挺顺利 就是波叔既然说了他 就答应了就召唤 一点阻滞都没有 还叫我坐下 请我饮杯残聊聊天 就是他是 那时候他应该不认识我的 一个新日行的小经纪 他对市场信息是挺敏感的 就是想了解一下前线 我虽然那时候新儿子 但我在发展商做过 对市场也有一定的看法 所以我相信都留回印象给他 事后他说起都记得那次交易 差不多四十年前的交易 四十二年前 后期我也帮他做过一些大单小小的买卖 我当时卖过观塘 富人家余文芳之间的银刀器院 上面有一部分的商业楼宇 打包卖给他 这些略为大单些的交易 他还教我 他说这个单位为何值钱呢 他说是绑着火腿那条绳 后期当然整个银刀 银刀银行都卖了 后期就变了现在 顺和拿楼出来送的市区重建的一个单位 我相信他买了那个绑火腿的绳 都换到一些不错的回报 所以我和他一直有交易 他就以投资铺为名 有铺王之称 但是他后期就不止投资铺 也有买那些工商物业 有自己经营一些零售业 餐饮业 酒店 他儿子又做那些分礼服务 也有做一些基金的投资 是一个在投资方面 参与非常多一个投资者 他特色认定了一个主趋势之后 他是非常勇猛的 他虽然不是金融行业出身 但我觉得他利用财务杠杆的能力 是比一般人高的 因为做铺币就借钱是借不了多少 银行正常都是借到四成给你 就是你要付六成首期 如果你做铺 要长期持有而付出六成首期的话 那个财务杠杆的比率就是相对低的 所以他是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看好市的时候 他就会落财 拿个长交易期 一成有一个长交易期 他就不用跟银行借钱的问题 变成他少少钱可以持有更多的物业 可以食尽物业的升势 所以他是很懂得玩杠杠的 即不是用银行贷款的杠杠 而是用一纸买卖合约 去固定物业等它升 那这些这样 跟金融界买个选择差不多 你一成首期用有限公司买必要时 不爱过首期 那变成了升幅就拿中 那个风险是有限制 所以他作为一个投资者 成功也是有一定的因素 即是他看形势看得很准 去的时候也都相对勇猛 如果市到就的时候 他的投资是增长得比很多人更快 所以大家都是铺位投资 物业投资 我相信他打出来的天下 都比同期投资者成功的 虽然最近因为疫情 社会运动 他的投资物业都受到一定的冲击 但是应该都是他的欠款和资产比 都是资产比欠债多 所以他也是整体来说是一个赢家 明白 左辉是廉家的 你们中原的竞争对手 现在左辉走了 你怎么看左辉这个人 你有没有见过他面 见过他刚刚在北京起家的时候 其实他也挺好学的 他亲自带了他的得力助手 远到来香港拜会中原 就说要向中原学习 我也很开放他想知道什么 介绍什么给他看 我相信他那时候已经身中有数 他对行业有自己一套的想法 我认为他不是一般只想着 赚钱的商人 他是因为觉得这个行业有很多痛点 消费者在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 或者交易过程中 很多时候被蒙在鼓里 他将这件事看成行业 有机会改得更加好 可以将旧的模式颠覆的一次大好机会 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他认为引进了一些IT的技术 他是有办法令到整个行业改观 他是一个不只是去实践的人 他其实属于是有理论水平的人 即是他达工之外 一样可以达然 他将整个行业的问题 应该改革的地方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整个流程是怎么监控 服务是怎么可以得到保障 所以有些人说 左辉死了 其他人是不是有机会 我相信短期内 链加系统 背壳系统 都可以如常运作 不会受太大影响 当然左辉过了身之后 如果环境都会不断改 市场不断改 当市场需要有新的操作模式的时候 那时候就看背壳下一代人 是不是一样有左辉的能耐 可以看到时代改变 把握得好 当然链加和背壳做得好 都需要天时地利配合 那左辉找到一个相对比 旧有先进的模式之后 他是很大胆第一时间在全国推行 那如果靠有机增长 即是靠赚到钱去做 他要花多很多时间 慢慢赚钱慢慢存 他是利用社会上的资金 即是风头的资金去大规模 扩展他的业务 那这个要在中国这个年代 有资金积累才可以流进去 如果是早二十年早三十年 中国自己资金短缺的时候 要学他这样发展是有难度的 那他用的其实在一定程度 除了是科技因素之外 他都很靠资本因素 即是他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烧不少钱的 他提升行内的报酬制度 高薪或黑角 加提成加福利 令到其他行家竞争上 如果是没办法找到这么多钱 要烧钱的时候他就有优势 他可以收购你的对手 扩大分行 一扩就可以数倍于你的规模 这些都是需要资金 也都某种程度会被人说 是利用资本规模去垄断市场 但是事实证明他除了有垄断能力之外 他的颠覆构模式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就是很多行内的其他对手 在竞争上是吃亏了 明白 其实我想问一下施老板 你有没有觉得 除了资金那一部分 他之前看到一些问题 而作出一些改革 你有没有问你自己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我可不可以再做得比左辉好呢 一个我刚才说 规模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譬如我们在上海 一直曾经是最大的 400多间分行 当时已经大了 做一哥都几年 他来到就收购了我的对手 然后晚开分行 我也加了 400间加到500间 他就是最高峰期的 他就开到1,600间 是你的差不多三四倍 那你的规模大过你 他的市战率就会高过你最后 个个都知道他 他在周围都做广告 他连去莫斯科世界杯足球队的球场 都做廉家广告 他说很多中国人看的 但是会引起讨论 当时在上海搭地铁 架架车铁 铁铁铁铁铁铁铁 监控得比较严密 流程比较科学化 他成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的 明白 但是我的主要对手 也令到中原在内地吃了很多亏 被他抑制了很多地位 因为我认为这个对手也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是值得抗择的对手 是值得尊敬 不过始终都是无论如何拼也好 都是要留意自己的分体 是不是 我自己相信 这是普通人的看法 在我相信左辉来说 他觉得军军烈烈 你降一次大事 取得真正的成就 好过 一世 好大年纪又如何 所以他应该对 现在满意过很多三年 steep job也是这样 人们说steep job也是这样的 他情愿 光光你做一个steep job也好 比普普通人做一个普通人 对啊你长命也没有意思 中国人有所谓 他都是生不留 勒功勒言勒德 勒功勒言 他都做了 勒德呢 要看他之后的评价 才有时间考研 那你也很好 你两样都得到 是不是 你又创了自己事业 你现在又身体非常健康 70岁就是这么厉害 对不对 那年纪始终都是 会令到人的精力衰退 那当然我追求的东西 就较阔一点 就不止生意上 人身各有追求 但我觉得 佐费那五十年 一点都没有百度过 好 多谢施老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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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